八哥 这里有一只白鹿 被老鹰给吃了 地上全是毛 树上都是 你还捡一根白鹿的羽毛 一个大货被我一脚踩扁了 吃吧 吃完一个蚂蚱 嘴巴脏成这样了 恭喜八哥 我是小八哥 恭喜八哥 笑一个 嘿嘿嘿 嘴这么脏 笑一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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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贝 贝贝 乖 贝贝 拜拜 贝贝 你爽了 今天把他笼子也带出来了 马上准备回家了 走吧 走走走 不走我就踩到你了 走 回家再吃 走 回来洗澡 回来洗澡 走 我们可以再换一把鸡肉 先换一把鸡肉 先换一把鸡肉 大家换一把鸡肉 尾巴拔了之后 昨天一天就没有放 今天准备把这一只 有尾巴的放出来玩一下 放出来就上树了 来去电线上玩一下 这个是废弃的电线 已经没用了 准确来说是电话线 我刚去吃了个饭 过来之后它飞到这里来了 来 完了又上树了 这种鸟真是太可怕了 在那待着就一动不动 一直站着 来吧 不要跑 又上去了 但是还真别说 这一只长得没清木秀的 有没有觉得 肯定是一只母的 颜值担当 然后这一只亲人一点 胆量也小一点 不适合在外面放 算了 还是把那一只无尾的放出来玩一下 太可爱了 这一只 这一只比较灵活 也很怕人 哎 其实没尾巴 太难看了 说真的 这没有尾巴 颜值还是太丑了 但是它的警惕性还是很高 所以 总体来说还是挺安全的 我们看一下它吃不吃虫子啊 它居然怕虫子 来吧 看一下开饭在不在 又跑了 没有看到开饭 但是看到了一群壮观的麻雀在这洗澡 看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虫子丢过去 看一下有没有麻雀敢来吃 我记得麻雀是吃虫子的 被一个麻雀拿走了 好吧 那个麻雀把虫子给带走了 我看到开饭了 看一下 在那里 今天 我拿回来的一只玄凤鹦鹉幼崽 然后就发布了一个视频 紧接着 某平台的评论区就炸锅了 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 你赶紧去自首吧 第二 这个养鹦鹉要判十年以上 总之 大概就是这样的 多数啊 那我吓得我连夜赶紧更新一个视频 我觉得有必要 跟大家说一下了 鹦鹉很多啊 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养的 的确是违法的 但是也分品种 像可以当作宠物来养的 目前是这种玄凤鹦鹉 还有虎皮鹦鹉 然后还有牡丹鹦鹉里面的面类 当然那个面类怎么分我也不清楚 其他的全部都是违法 不可以私人饲养 除非你去办证 所以说 那些兄弟的提醒 也谢谢你们 你们可以多去了解 多去查一下 给他做了一个小窝 在这 里面是木屑 进去吧 今晚你就在这睡了 闭嘴 不要叫了 安静 我给他取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 叫小白 以后就叫他小白了 这一桶奶粉 吃的就剩这么一点点了 他好像不吃了 让他睡觉吧 小白 还吃不吃 来 再吃一口 让你睡觉吧 晚安